大家好 我是李傑 我是雪晶 以臺灣為原心 讓我們一起來 攔截新聞 攔截新聞 怎麼樣 You jump I jump 你擋到我的鏡頭 謝謝 但你jump我可能會拉不住喔 我跟你講喔 我有自備游泳圈 如果這顆不夠 我又帶一顆大 也太大了吧 與我同有大海 我有自備 讓大家與我分享這份愛 你看我的船獎 厲害了吧 各位觀眾 不好意思 得到唱歌 有遭音遭遭遭遭音 不好意思 但是我告訴你 很多人說跟比基尼拉妹一起游泳 這個就是有錢的幸福 全都是幫你們開船的 但是你知道 開車需要技術 那我看你的技術應該是不怎麼樣 那遊艇的駕照 不是假的喔 人家都說不是假的對不對 我在說真正是 家教用家腿 你知道嗎 我們有這個航空局的人員 賣了兩千張駕照 開船的駕照 賣兩千張 一張才三萬塊 我告訴大家 我只是汽車駕照 不小心烤了四次而已 但是我沒有遊艇駕照 為什麼 我沒有遊艇啊 我也不需要駕照啊 但是我告訴大家 現場有來賓 有人有遊艇喔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帶大家攔截 三載船長的有錢人人生 首先歡迎節目來賓 戰略專家林廷輝老師 大家好 財經專家高仁尚老師 大家安安 大家好 遊艇船主 Jimmy 陳俊銘 兩位主持人大家好 遊艇駕使張國榮 我們的哥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科普作家潘永宏老師 大家好 其實現在我們說 很多很多人 開始準備在考這個 遊艇的駕照 你知道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在當學生的時候有沒有 有機車駕照很厲害喔 人家有機車駕照才有厲害喔 出社會後要有當機的駕照喔 現在駕照連遊艇都要有 這算厲害啦 我想要雪恥一次 因為我剛剛唱歌 真的走音太難聽了 不過重點來了 不要說走音難聽 我告訴你有些人跟哀傷 因為怎麼連遊艇駕照 也要用假冒的呢 我們以前的話 可能現在年輕也是一樣 十八歲迫不及待 就趕快拿到一張駕照 對不對 然後故意在教官 或在這個警察面前 怎麼樣啊 我現在有照啊 趕快照啊 沒錯來照啊 以前都要照 現在不用照 但是呢 如果你已經四五十歲了 你還有什麼好電 不好意思這張打出來 哎呦 身價都不一樣 是什麼東西 遊艇的駕照 那其實我們台灣 台灣當然是一個海島 所以幾年前 我們就開始認清了這個事實 所以海洋教育 海洋文化 向海洋致敬 一波一波而來 那但是呢 這十年來 其實我們平均很穩定的 每年大概有兩千個人 來考駕照 所以累積了十年 大概有將近兩萬張的駕照 但是這一年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現在這個商務拆旅啊 出去玩旅遊啊 都擋住了 沒辦法出去 他們都沒事情 就來考駕照 成長了百分之三十 有兩千六百個人 那大家想說 駕照 這個駕照是不是會很難考 那當然他其實是有分 那你就要去這個受訓練 而且他還要看 他有一個級距 差不多是這個二十四尺 那超過的話 就要比較特別的一等駕照 小的話就二等駕照 當然那是你自己開好玩的 算是自用車 才是連接的 沒錯 但是你如果要營業用的 那要不一樣 他就會有一個受訓的過程 那這個受訓的過程當中的話 就我們剛剛講到有沒有 用這個二十四 來當作一個標準 然後受訓的過程當中的話 他其實就會教你很多東西 那在考的時候呢 他當然考什麼 跟我們開車也差不多 會有比試 那比試你不用擔心 那個其實是有題庫的 那另外的話呢 要考術科 對不對 要考術科 術科的話 人家也覺得你也不用太擔心 你只要去受訓就可以了 術科考什麼 考七樣 離港 靠港 直線加速 轉彎 後退 S型 救援 那裡面還有八天保證班 感覺起來 其實這個遊艇駕照 不會很難考 對啊 而且其實在八天保證班 的過程當中 這個課程如果開得好啊 你就變成是有一點那種 八天的那種 與那種遊艇學習的過程 海洋接觸的經歷 其實也是很有意思 來我們來看一下 八天八天 只要八天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會考取這個 這個船的駕照 而且呢 當然如果你要營業用 營業用的 他受訓的時數要九十六小時 一般的大概是四十八小時 然後另外的話 當然我們剛剛講 你不能開太大噸位的 然後呢 你不能開太長的 然後呢 你不能跑太遠 但是其實這樣就已經夠啦 就已經可以跑到很遠的地方 所以船上做你要想做的事情啦 對不對 好 那但是呢 其實大家就會開始很好奇 大家如果在開車的時候 偶爾遇到一些事情的話 有時候下來火氣都很大對不對 一句話就先打釣 你駕照是用駕的還是用貌的 是不是這樣 然後他們現在就會開始有人在傳說 聽說好像有人 我們剛剛不是講四五十歲 你想要趕一張這個尬腳對不對 但是剛剛是不是說有鄙視 有人四五十歲到我們這種年紀 覺得糟糕 你有題過啊幾百題啊 我怎麼讀 我怎麼讀都讀不下去 然後就要考很多次 會被人家笑嘛 怎麼辦 結果沒想到 竟然啊 有一位這個可能是在這個航港局裡面 就是類似像我們都 這樣子 監理科裡面的一個記者先生 他在裡面呢 已經上班了大概三十年左右 結果大概十四年前啊 突然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開始跟人家勾串 有什麼說用貌 你家講用貌 對沒錯 然後呢 他就跟一些代辦業者合作 他賺一手代辦業者 再賺一手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就發現 好像還有不少人 真的有做這樣子的事情 而且你看 現在已經要提起公訴 所以其實 當然說我們這個駕照 應該是每個人都要有 因為畢竟在開車 在開船的時候 是個交通工具 那但是呢 你在現在 你如果真的好好的去受訓 照我們剛剛講的 你拿到一張駕照之後 他的重點不是在於說 你要電而已 重點是在於你接下來 你的生活 就慢慢的往海洋擴張 慢慢的你的社交圈 慢慢的你的影響力 跟你的運動 跟你的生活型態 可能因為一張駕照 慢慢的都變不一樣了 不過你看我們以前 在考汽車駕照的時候 最難的是什麼 要倒車倒S型 你知道嗎 那考遊艇駕照 最難的是考什麼 重點來了 我那時候考S型的時候 馬上壓線 立刻背叛出局 而且我聽說很多人考 這個遊艇駕照的時候 把人家的船弄破了一個大箱 這怎麼得了 要賠錢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 奇怪 既然那麼好考 幹嘛要去用買燈呢 國隆哥 其實因為遊艇駕照 他在考試的時候 他必須要有實務經驗 他必須要滿那個時速 然後包含學科都是 那所以說他必須要花一段 很長的時間 就是這八天必須要滿滿 他沒辦法說 我一天不去上課這樣子 那有人連八天都不想買嗎 有必要這樣子 花三萬塊錢去買這個駕照嗎 這中間的 可能他們可能 就像剛剛看的 他可能有一些利益關係 等等的 那所以說 基本上只要大家有去學 去有去上課 學科和術科的話 都有參與到 基本上考上都會過 所以你說可能是一些老人家 他以前可能船長 他沒有駕照是不是 在以前因為 在還沒有這些證照制度以前 就有一些老船長 漁船船長什麼的 可是在船隻上面 他有分漁船 遊艇 那如果說你今天拿的漁船 只知道你是不能來開遊艇的 你拿遊艇是不能去開漁船的 那也有可能是這樣子 中間有穿插在的可能性 但重點來了 你說很多人我們剛剛說 包括這考 術科很難 學科也很難 記不起來 到底學科跟術科 考遊艇有什麼難的 學科其實基本上跟汽車 其實說考遊艇教授跟汽車有點類似 他有分學科跟術科 那學科的話 他有固定的題目可以來做參考 那術科的話 他在這八點裡面 會有相當的時數 讓你參與這個整個過程 那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教練都會在旁邊陪同你 指導你如何判斷這樣子 其實基本上只要買這些時數 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覺得術科什麼最難 術科剛開始的話 因為船沒有煞車 所以說他就不斷的前進 不斷的後退 那所以當我在前進的時候 我要停 我要讓這艘船停下來 我必須要用相對的速度後退 這艘船才有辦法停下來 靠岸的部分是最困難的 對 離靠港的時候 靠岸塞車 路邊停車 頭上看來這支條子打兩人有嗎 可是我們新手駕駛可以寫說 新手駕駛請多包涵 那個開遊艇的不是新手駕駛 那怎麼辦呢 我把人家船撞破一個大洞 你們真的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我是有聽說過 因為有的人可能一開始緊張 那個油門很輕 油門一催就撞到了 這樣子 那這個 那個許願人就可能 就負責相當的責任在 但是 哥哥 這樣說 有的人拿著駕駛不是自己要塞進 是為了要賺錢嗎 可能 這是可能有可能吧 因為過程我是不了解 可是剛剛看的那些資訊在 中間的利益關係看起來 是蠻可觀的 沒有人我靠去教一個資訊 我自己可能不準 我來幫他們倒篩一天聽說 薪水不錯 就去幫人家開船 當船長 薪水聽說很好 當然這要看資歷和年資 那還有你的食物的 實際上的航海經驗 一開始好比 就像你開 Toyota和老司來吃 BNW等等 他的大致上相同 可是有一點差異在 年薪百萬不是夢 有可能 所以正常來講 比如說他現在剛入行 去當船長 好像篩準 現在一個差不多 目前來說沒有一開始 就當船長的 他必須從水手 整個資歷要完整 對 他必須從水手開始做起 那如果水手 大概一個月多少錢 剛開始的話 可能要看 如果說剛開始出來的話 可能大概兩萬八到三萬二左右 都有可能 那當到船長呢 當到船長的話 四萬到八萬都有可能 遇到船隻的大小 那中間從水手到船長 要跳幾階啊 原則上像我們經驗來說的話 差不多要兩年 因為第一個 當然你要會開一艘船 是很簡單的 只是出去回來這樣子 可是當然你要熟悉環境 台灣各個海域 每一個地方的海域的環境 又不太一樣 你需要到瞭解到這麼多的話 其實差不多要兩年 所以除了前進後退以外 熟悉海域是更重要的 非常重要 那我們說這麼說 就是說當你拿到了這個職業駕照 那你當初怎麼會去考 想去考這個職業駕照 當初是因為我 以前是職業軍人 在軍中 因為從事水面和水下的工作 那一個應援聚會 剛好我在退伍的那一年 剛好台灣也是在 遊艇旅遊業的發展 那一個應援聚會剛好進去了 不是你知道剛剛人生老師 講到考題在提拚命點頭 你考幾次 很難考是不是 人生老師剛才那個眼神是 Cue我 Cue我 不要的 Cue我 Cue我 而且我做過他的船 我們去 技術怎麼樣 去年很好 很厲害 我們去年一起 那影片裡面有 所以都破乾的不是啦 可是那個架頭 你也不是雞腿換來 不是不是 扣來 我跟你講 他說八天 我是營業級的 我大概 晚上上課三個禮拜 要三個禮拜 然後每一天的 包含禮拜六禮拜天 禮拜六禮拜天 就是實習去開船 好 那我剛才說 其實不容易考 不容易考 為什麼 哪個地方最難啊 你看我 我屁股呢 但是你知道 那題庫這麼厚一本 這麼厚一本 然後呢 它有什麼 它裡面包含好多 那個什麼 好 譬如說如何使用無線電 國際呼救 氣象學 氣象學 也包含在裡面 氣象學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船的那個 耗製怎麼弄 耗製怎麼弄 那比考駕照還難耶 汽車駕照難很多 其實沒有想像中簡單 然後最難的是什麼 如果題庫裡面最難的是 考機械原理 那船裡面是 二行程的引擎 還是四行程的引擎 然後要怎麼修理 壞掉要怎麼搞 那個全部都在題的 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像我們智慧打棒球 其實打棒球 不是很輕鬆這樣而已 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有很多術語 專長 你在篩準的時候 有些你們專用的術語 像這是比較國際上的呼號 像ABCDE 它有說Alpha Bretta Charge等等的 可是這必須要在國際航海上 才用得到 那因為我們現在講的是 休閒航海 所以基本上這些 基本上是用不到 除非到真的到了 很緊急的狀況才會用到 不過你看 這個船上除了駕駛 可能還有一些水手之類的 有沒有一些什麼 新興行業 新興產業 因為畢竟很多人 現在開始玩遊艇了 當然缺工的情況 是不是在遊艇上面也有 以現在 我就講現在的趨勢好了 現在其實 遊艇旅遊的行業越來越多 那開始很多人 在投入這方面的市場 那其實你要培養 就我剛剛講 要培養一個船長和水手 必須要這麼長的時間 那如果說你今天臨時找來一個說 我有駕照 我要來開船 那他可能連這個上面的設施 都還不是很熟悉 其實船長 聽說船 這個就是你們遊艇開出去 船上還有秘書 還有管家 依照船隻大小不同 會有責任區域的不同 那剛剛講的秘書案管家 當然就是服務於客人 我們在船上 因為他不像在陸地上說 可能我是在某某飯店KTV 我少了什麼 我趕快去7M買 那船上基本上要把所有的東西 都補足 所以秘書案管家的工作就是 先了解客戶需要什麼 我先備好 我準備好 但他需要的時候 我拿出來給他 是出發之前打電話聯繫 你還上船的時候我也變不出來 基本上會有基本的溝通 好比說今天二位要來租我們的船 那麼就會跟二位詢問說 你有沒有特殊需求 有沒有想要喜歡喝的是什麼 那喜歡吃的是什麼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提早幫你做準備 但是我覺得當秘書不簡單 有錢人也是蠻難當的 因為你知道有錢要幹嘛 花錢嘛 現在遊艇變成一個高端的享受 對不對 還有會員卡 甚至還說你不只是搭船出去 搭遊艇出去喔 來到海上的時候 甚至landing的時候 還有更多奢華的享受 沒有 你知道我們說 我們像我們 我們可能真的買不起遊艇 那怎麼樣買不起遊艇 還可以坐遊艇 有這些奢華的享受 現在推出所謂的海洋卡 而且分不同的等級 不同的會員 有不同的加值享受 潘老師 這應該有一點像 健身俱樂部的會員卡 高爾夫球卡 類似那一種的 現在有遊艇集團 他就推出了海洋加值卡 為什麼 我們經過剛剛大家專家的解說 經過千山萬水 你拿到一張 交照對不對 人好咧 你沒有船可以開啊 那不是很悲傷嗎 沒關係 有團體 有集團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他就變成是有給你訓練 然後訓練完以後 他會辦活動 然後另外的話 如果說我沒有要參加你的活動 我只要把船開出去就夠了 沒關係 他可以幫你張羅這一些 而且他甚至還可以幫你配合規劃 你甚至開到一些國外的一些島嶼去旅行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說我要享受頂級尊榮的 他可以幫你找船上的服務人員 所以其實等於是一連貫的活動都有 然後而且他還有一些加值的活動 不要想說只有船而已 他有時候還可以幫你張羅 如果你覺得這個要這個有車有船 那種各種路上水上 他還可以想辦法幫你張羅到一些超跑 行動秘書的概念 沒有錯 可以幫你把一些東西都打理好 另外的話還有 你現在光有船可以開出去對不對 國外現在有人開船是在競賽的 就像賽車一樣 賽車手 賽車的上面 不是很多一些大公司的贊助嗎 其實帆船或者是賽船也是有的 他們慢慢要引進了 而且其實還不只 那可能是要推廣這個活動 所以還會辦什麼 還會辦航海嘉年華 那辦航海嘉年華的話 他還想說在台灣辦 他還想說我能夠把這個街景打造成 像地中海摩洛哥那邊一樣 然後我還要蓋Villa Villa就像是麥阿蜜那一邊一樣 那我們大家就很好奇 你為什麼要說 如果你蓋好了像亞洲版麥阿蜜呢 那麥阿蜜到底事實上是怎麼樣呢 那大家可能如果像以前的話 你可能想像那個影集很有名 就在Miami Beach對不對 那個對啊或者是拍成電影了 那但是重點是在於 大家知道嗎 現在有很多 你不愁沒有人幫你把事情安排得好好的 你最愁的就是 沒錢啦 對不對 錢不是問題 問題是沒錢 對啊 就是這樣 但是一頓飯要價三十萬台幣 這吃得要做紅茶嗎 他們就是要這樣子感覺啊 所以他其實有一大堆東西幫你弄好 包含你要什麼酒 我幫你準備上來對不對 像剛剛哥哥就有講 你先交代了沒關係 我就傳給你 然後你只要講得出來 我就做得到 上菜有上菜秀 然後有這個頂級的奢華享受 你在岸邊吃 你要在船上吃 你要怎麼樣其實都可以 所以現在重點就在於說 有了一張遊艇卡之後 遊艇後續的一些 食音住行 娛樂等等 一連串的產業鏈 可能開始要蓬勃發展 人家說 生孩子不困難 困難的是娶孩子 買車不困難 困難是要娶這車 聽說啦 現在遊艇也有出所謂的平價版的 平民版的 所以你要買遊艇 其實不難 聽說百來萬就有了 但是問題來了 養遊艇不容易 好 重點 不只是養遊艇不容易 剛剛不是說那個是會員卡嗎 對不對 告訴你 超過人生的想像 我發現現在也有很高端的 一百萬 兩百萬 到一千萬 一張卡可以一千萬 一千萬是可以拿來幹嘛的 居民 基本上他這個就有點像剛剛有講的 就是Miami的遊艇之都 我們現在臺灣有某個遊艇集團 他們也打算就是類 蓋類似相關的一些奢華的享受 我這張卡 我可以進來你這個俱樂部 我可以享受所有的設施 那他可能會付諸一些別墅 然後有一些餐點 然後固定有什麼樣的活動 你可以去參與 但是這個局限於你的卡別 他會用卡別去讓你 而且你的卡別不同 你可以使用的遊艇的次數 也相對的會不同 所以因為現在的遊艇 像從以前的動力小船 到現在一直越蓋越多 越蓋越多 像最近下個月有某間遊艇公司 他們要下海一百二十二尺的 一個豪華遊艇 現在是目前全臺灣最大的 那未來也會做更大的 那相對的他的 他的一些加值服務就會越多 但我比較好奇的是一百五十萬 我到底買到什麼 只有資格嗎 一百五十萬 你所謂的所有的這些 這些會員卡 都只是買他的使用資格 我光是要加入這個俱樂部 我就要花一百五十萬 是 你要加入這個群組裡面 你就必須要花這個錢 但是就是買個門 所以我百五萬好像是門票 我會等你去看一看 是的 那村子就都沒有了 不行 那每個月還要再繳錢嗎 當然要 每個月要繳多少錢啊 現在的話 因為現在的一些比較頂級的付 還沒有推出 目前來講的話 大概每一年 你還要再支付 大概五萬多塊的一個 年費 這個是你固定都要繳的 但是也不包含 你租船使用的費用 跟所有其他費用 這都不包含 門票不能抵消費嗎 不行 他只是讓你有個資格 你可以來成為我的一員 這個就是你展現你的 你成為我們資格的一個 最低門檻 那如果我沒有錢 我也想要開開遊艇 那怎麼辦 我也想要坐上去玩怎麼辦 現在有另外一間遊艇公司 他現在也推出遊艇的租任 他是不需要這些會員的 但是因為相對的 他不像另外一間遊艇公司 他有會員費 所以他有錢去做廣告 相對這個比較平民版的 其實他的所有的遊艇 還有他的所有的裡面的一些 設施設備是跟要收免費的 一樣的 他不用收免費 就選這種就好了 這個熟啊 對啊 但是問題是 我剛剛講到 他沒有那麼多錢去做廣告 所以就變成說 大部分的人不曉得 大部分人不曉得 但是他有個特點 就是這兩間遊艇公司 都是在南部 都是在南部 其實稍微上網去Google一下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 其實這兩間遊艇公司 其實還有相關的關係 不是重點來講 我們說這開遊艇出去玩是有錢人的享受嗎 到底有錢人是怎麼玩的 剛剛有講到像剛剛一頓 如果你說加香檳 加紅酒加餐費 一頓三十幾萬 其實那不貴 那不貴 因為你現在現在很多 那個不貴 那個表情好討人認 不是 我是想說 如果你真的要奢華的話 你單只是一罐紅酒 你像我的一個朋友 他們自己上遊艇 他們就帶了一罐 一罐頂級的紅酒 那一罐就要三十幾萬了 所以你要什麼樣的服務 你要什麼樣的餐點 你要玩什麼樣的活動 你要舉辦什麼樣的宴會 所以事先講 他都有辦法幫你搞得到 那就你朋友來講 有沒有什麼出海的基本版 跟出海的進階版 有錢人的世界 要不要講出來讓我們批評一下 其實基本上呢 你知道一出去的話 你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餐點什麼的 那就少不了 那餐點的話大概準備一個 要看人頭 有些是看人頭 有些是看你準備的一些東西 比起來說 像我們這個攔截新聞 整個團隊加起來 包括我們兩個主持人有十四個人 那我們現在十四個人 現在要包一條船出去 大概要花多少錢 你要玩什麼樣子的等級 兩天一夜到海上去玩 那你可以像我現在是顧客 你現在跟我推銷 你需要什麼樣的等級 你像畢業你要畢業的學生 他自己這邊也有畢業旅行 畢業畢業展的這個舉辦的 也可以在上面辦泄試驗都有 然後呢像這個 你可以去潛水 因為我們台灣其實很多寶礁 是世界三大的 是世界三大 在小琉球那邊 而且我們有全世界唯一的綠席 其實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用遊艇去享受 那其實還有後面 你要結婚 這也是一個新的一個新興產業 你可以在他們求婚 你可以在上面舉辦一個 一個結婚的一個派對 你可以在上面毫無憂慮的 你就這樣子去繞 有人幫你開船 你就在上面 你要After Party什麼之類的 都可以在上面 但Jimmy哥 你剛剛說的是普及的 你剛剛另外跟我說 有限制級的 限制級的當然是有 是看每一個船長 船主的他的需求 你有沒有聽過比較誇張的 基本上你就是會帶一些比較豪華 很高級的一些紅酒 雪茄 那當然也有人就是邀請一些 在台灣來講的話就邀請 凱惡伊林的模特兒上去 那他們上去做了什麼 其實基本上 比較開放式的 比較開放式的一些活動 就是比較會High一點的 大家也會在上面會喝酒 然後就會很盡興 那也有一些人我知道的 他就是上到上面去你 男女的比例當然是 就是1比3 1比4 然後到上面去 就有規定 到了哪一個地方以後 可能就是要換裝 要換裝 甚至說要換到沒裝 對 你怎麼那麼熟 我是照他的語意去推測的 人要有邏輯 要換裝 甚至換到沒裝 都有 只是看他們要玩到什麼樣的 因為這在上面 沒有人會管你 我們台灣 也不是說全世界 你只要遊艇出去了以後 基本上 你就可以拿著一本護照 你就可以到世界各國去了 他不像在陸地上 要求限制那麼大 那有錢人這樣出去一趟 你聽過最多是花多少錢的嗎 我知道一趟大概一天下來 最貴的花兩百萬台幣 兩百萬一天 一天一天 我知道最貴的 好那我現在我就想買一艘遊艇 那我要養這艘遊艇 包括保養 船位什麼的 這樣一年下來 一般正常來講 普通版的 大概要花多少錢 你普通版的 依船船費來講好了 大概每個月 大概就小船 大概一個月 大概兩萬五千多塊 那台幣 那其實不算太貴 我們台灣是全亞洲 趴船費用最便宜的 所以你們都會在一些港口 去看到 其實有國外的一些豪華的遊艇 去來趴台灣的這邊的船位 就是因為台灣便宜 大老遠跑來這邊趴船 因為不是那些船主 不是那些船主開來的 一個月一萬五而已 兩萬五 兩萬五 一個月兩萬五 這是最最基本的 那如果你是 他是看你的尺寸 他是算尺跟算盾位 那如果你的盾位比較大 你的長度也比較長 可能一個月大概六萬到九萬 這是不等的 看你趴在哪裡 然後選擇是在哪一個地方 所以你一個月這樣子下來的話 你只是一個趴船費用 你一年下來貴的話 大概也就也要一百萬了 你的停船的趴船費用 那你的維修費用 基本上是取決於 你船的造價費用 他基本上的維修費用 是大概介於三到五趴 但是大家還要再想到 如果你是在亞洲 你還會遇到一些颱風 還有一些風災幹嘛之類的 你的船如果停在那邊 安全嗎 對 你像之前 在高雄港就發生了 某一間郵輪 就是因為颱風 整個染線斷了 結果要跑去衝撞了 那個整個大大艘那種 郵輪 貨輪 更何況這種遊艇 所以他必須還要調價起來 這調價費用 其實也都是一筆費用 可是聽你這樣講起來 有人說這個養船跟養車 差不多 我覺得沒有 還是蠻貴的 落差蠻大的 這要看你的船 看你養什麼車 就像你Toyota 跟勞斯萊斯一樣 你Toyota 你當然 阿迪斯那個 你當然費用不會很高 可是如果你買到 勞斯萊斯頂級頂接版的 換你那一些的 那對不起 那怎麼可以 同階而論 所以當然遊艇來講 也有比較便宜的 也有比較豪華奢華的 完全取決於你的 你的大小尺寸 那如果你這樣養的話 可能最基本消費是多少 基本消費的話 大概你一艘遊艇 你最基本 你一定要再準備個每一年要準備一百二十萬 每一年一百二十萬 對 這最少的 最少一定要準備一百二十萬 加船的位置 加保養 但是如果有一些零件損化 為什麼 這是額外的 這是不包含在這裡面的 不好意思 我去淡水那邊做渡輪就好了 一百二十萬 我去那邊就可以了 我帶你去高雄 二五而已 去廉價古山來 太貴了 我不用自己養 用一卡通還打八折 但是你們要想到 像我們坐船 去小琉球 大家都交通船 一去都是要擠 有時間限制 又一堆人 然後又擠 然後又悶 然後還有那個 但是我們遊艇 我們就舒舒服的幾個人 我們就開進去 其實你當下 你的那一剎 全部的人都會看著你 從港口就慢慢的開進來 大家都會行那個 何必想說那個住牧林 歌買的不是船 歌買的叫虛榮 我告訴你 我接下來要對仁山老師 行住牧林了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 我們仁山老師 居然有在開遊艇 好 當然很多人說 這個駕照 剛剛它秀過了 是真的 但是重點來了 台灣真的那麼多人 在開遊艇嗎 沒有 我比較關心的是 仁山老師 剛才Jimmy講的那些 趴 你有沒有 我們不敢說 你有沒有去過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見識過 其實我剛才有講 就在佛羅里達 其實剛才Jimmy 已經講得非常保守 他是台灣版的保守版 在佛羅里達那邊 我剛才講 那種那個Mega Yard 就超級大遊艇 大遊艇 那比軍艦還要大 比軍艦還要大 那他的造價是 三億美金起跳 所以你要乘以三趴 三趴就是他每年的 維護成本 維護成本 大概一千萬美金 一千萬美金 那他固定的船員 大概多少 一個船長 兩個船長 然後大概有三十人 要開那台船要三十人 所以那個 仁山老師 不要再介紹 我們說得很適 一般像我們正常 我們怎麼去買一艘遊艇 怎麼去選一艘遊艇 正常人 其實你大概選 大概就是一百萬 到兩百萬 左右 就像休旅車一樣 你不是要載一堆人 你是要再載的 就大概可以睡個覺 然後不會太爛 然後出去 很OK 差不多兩百萬左右 是OK的 所以其實就是說 我們在看就是說 從人均 我們人均一千的時候 台灣在人均一千的時候 還在用滑的 用滑的 那大概到人均三千 三千美金的時候 那遊艇產業就起來了 那真正開始就是說 蓬勃發展的時候 人均一萬 一萬就大概 我們差不多二十年前 差不多 差不多 台灣二十年前 GDP突破人均一萬美金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台灣 台灣遊艇最風華 因為說發展最好的時候 全世界坐遊艇的國家 做最多的 做最多的是義大利 義大利 義大利以什麼奢華為名 你說什麼品牌 雖然你說歐豬 歐豬P.I.G.S 四小豬 義大利在裡面 義大利人他真的是浪漫 義大利人說實在的話 義大利人就是 他六十歲你十六歲 把妹你不會贏他 因為他就是浪漫 他敢半夜三更 站在女孩子的窗戶下面 唱著歌 彈著吉他 那個台灣人 但是義大利他有做遊艇的文化 為什麼 因為他威尼斯人 以前就是到處 然後他又是水都 所以從那樣子來講的話 歐洲他是把遊艇 當作交通工具的 所以你在義大利 你是可以坐遊艇 像公車一樣 坐遊艇 那公車 從這一站坐到那一站 大家都養得起嗎 大家都可以把遊艇當公車 基本上在歐洲是可以這樣子 歐洲是可以 在台灣就不見得 人家沒那個文化 所以台灣大概就是排第四名 第二 第二名是什麼 第二名是荷蘭 荷蘭 因為荷蘭也是幹嘛 他也是水鄉哲國 所以基本上他們坐遊艇 都有那個文化 所以台灣很厲害 我們說今年第四名 今年到第四名 所以如何講呢 我們其實就是說 整個我們遊艇產業的 附加價值是越來越高的 那未來我們也期待說 持續會再發展下去 你看台灣如果真的發展出 所謂的遊艇產業 我們除了賣遊艇賺錢 維修遊艇賺錢以外 其實外國的遊艇開到台灣 會帶出一種不同的商機 也也是國際間的觀光旅遊 我覺得好玩的是 你知道開車會有停車位 停船也有停船位 停船位你要付錢 是你要越租的還是你要買車位 買得很貴是不是廷偉老師 對我剛剛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說台灣目前為止 專門在給遊艇停的 這個所謂的停船的地方 就舊船位 大概是只有七百六十六個左右 那如果是用漁港 漁港有開放一些位置 是讓遊艇來停的 大概只有兩百九十四個位置 加起來大概不到一千個 對不到一千個 但是你看我們一年造這個所謂的遊艇 大概至少都要一千艘以上 這樣夠嗎 有的可能就停到外海去 有的可能賣到國外去 有的是不是在停在我們自己 這個舶船處 那問題是說這個都要付費的 之前安平港那邊 這個開放一個三十個位置 一年是三百萬 買一年三百萬 結果都搶光 三百萬已經是一個車位 那如果你不是沒辦法用一整年的來買的話 那你可能用租的 剛剛有提到的就是說 五十尺以下的 五十英尺以下的 那一個月大概是兩萬五到四萬五之間 那如果是七十尺左右的 那基本上必須要花六萬多到 六萬多到九萬五之間 也就是說 你其實這個成本上還蠻高的 但是其實有錢人 本來就是對這個小錢來講 沒什麼差別 所以俊民哥 真的有船位不夠的情況嗎 以前是不是要搶船位 以前的狀況是需要的 因為我們臺灣的 可以搏船的位置真的是很少 真的是很少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發展條例 產船條例都出來 所以現在一直在鼓勵 一些民間的企業去BOT 然後去做一些 一些碼頭 一些新的碼頭 可以讓人家去靠船 而不是靠政府自己去開發 因為畢竟政府在開發這個東西 它需要很農長的一段時間 可是如果你民間企業在做的話 其實你申請過了 你的基地 然後自己花錢了 然後到時候再買那個使用資格 其實這個速度就很快 那我以前床位不夠的話 我怎麼辦用抽籤的 抽車位還是用搶的 是的 是用抽籤的 怎麼抽 如果沒抽到怎麼辦 沒抽到就沒有位置 是的 我要停哪裡 你這吊起來 零停喔 吊起來 吊起來 吊起來要放大 有啊 有那個 怎麼有人怕鎖子 有船庫 那你之前不是講說 有人如果高雄沒得停 還要停到花蓮去喔 是 就是看你要停在哪邊 那當然高雄 你如果停不夠的話 其實你會就進去找台南 他那邊也是有遊艇感 再不夠咧 再不夠你再往中 大鵬灣 那是往南 你在台中 那真的 如果西蘭這邊都不夠的話 對不起 台東了 所以我可能找不到停車位的話 停船位的話 我可能要從花蓮這樣一路咕嚕開 開到高雄來 再上船喔 是 哇塞 那投資成本 耗費時間成本 其實也蠻高的 是蠻高的 所以基本上 一般我們遊艇組的話 是雖然大部分的遊艇組 有80%以上 都有駕照 可是呢 我們不會自己去開船 因為太耗費時間了 是 太耗費時間了 不過你看 我們說除了遊艇以外 還有郵輪 一艘郵輪是幾千個人來 那帶來的 商機 驚死人 聽說 因為上一次 這個有一艘郵輪 是由這個 和美集團 然後叫做威斯丹特 停在高雄港的時候 總共上面有一千八百五十個 外籍的這樣的旅客 如果你平均算起來 一天如果他消費五百塊台幣的 五千塊台幣的話 那原則上的話 在光是當天 就可以帶來九百二十萬台幣 就高雄收益 所以如果說 台灣的如果基礎設施 弄好的話 讓外國大型 郵輪停靠 還有這種 這個遊艇停靠的話 原則上就可以賺滿多錢的 可以高達一年 基本上如果像高雄市來講的話 一年一億以上 完全沒有問題 那如果再加上 如果它一百個位置的話 一百億 根本就不是問題 所以這個所謂的海上觀光這一塊 都是其實未來開發的潛力 但問題是在哪裡 就是說光是這些船來講的話 其實有些在海上有些違法的行為 其實我們的海巡署 其實都盯得很緊 你車可以 船也可以 因為每艘船其實都會裝AIS 或是VMS這些東西 就是說我們雷達上面 全部都看得到 像上一次有在烏斯港那邊 遊艇去追海豚 或者是說在花蓮那邊 也曾經有發生過這件事情 那這就是違反所謂的 野生動物保護法 所以其實說真的 這些人都被 後來被開發 開發大概將近三十萬左右 所以我們還是要奉勸說 玩遊艇是可以 但是如果真的在海上的話 盡量不要去做一些 違法的一些行程 那台灣目前對於遊艇 這些東西的法規完善嗎 目前有一個遊艇管理規則 然後這個是根據 船舶法去制定的 不過這個主管機關是交通部 但是如果是針對海上的一些 所謂的治安 秩序 這個來講的話 還是由海委會 這邊的海巡署 這邊都有相關的法規 由海巡署來執法這樣 好 這樣有沒有感覺起來 就像帶你直接開船出海 享受一下有錢人的奢華人生 一樣呢 開了眼界 但是真的不要亭而走險 為了一張遊艇駕照 當了海上的三寶 好 其實過去十年來 有多少駕照 到底是雞腿換來的 告訴大家真正的湯 台灣一度是所謂的遊艇王國 到現在我們的遊艇展覽 排全世界第四了 那到底有什麼奇怪的 對遊艇的訂單與需求呢 裡面好像很豪華喔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覺得有錢人的快樂啊 真的是喔 如此的樸實無華 而且枯燥 欸 那問你一下 有錢人的遊艇咧 你看明明那個對白 就不是這樣子的 我看著看我的老理是 有錢人的鑰匙拿出來 不是啦你知道 豪華遊艇咧 一定是客製化的啦 就像豪車豪宅一樣嘛 真正的豪車的幾乎都是選配 OK 喜歡什麼自己家 我什麼都喜歡 那真正的豪宅咧 那通常都是毛胚 為什麼 我買一間房子兩三百賣 當然要照我的藝術來設計嘛 但是真正的豪華遊艇咧 哥哥 張國榮 你們遇過什麼奇怪的訂單 或者說很特殊 就要奢華到什麼程度的訂單嗎 炫富用的嗎 我們大部分都接到的是外國訂單 那外國訂單的話 他們會依照他的喜愛 然後需求來客製化任何一個地方 那從像我記得我們公司有接過 他裡面的五金部分 比如說洗手台的那個水龍頭 他想用純金的 純金的 對 那打造起來一般的船造價多少 那個純金的要造價多少 那個這個就會直接反映在 他的製造中 這麼高而已 對 那差不多要多少錢 這個的話 這個都是算算美金的 那可能一個可能都要到幾千美金 甚至萬美金都有可能 一艘船 還是一個配件 配件 對 一個配件 那你想想 整隻船坐下來這樣 整個優婷坐下來這樣 你遇過最誇張的訂單 大概那一張訂單要多少錢 我們公司目前製造最大的 將近快四億一百二十二尺的船 那他這個他船主需求的話 就會想要他的房間大一點 所以他的房間可能就跟這個 攝影機一樣大 那他裡面想要一個按摩浴缸 他的上面想要游泳池 都有可能 那依照他的需求不同 我們就會來建設 有沒有像有停機坪的啊什麼的 有喔 對 也有 可是我們公司沒辦法製造到那麼大 那因為他在游泳尺寸上 他有一個級距在 超過一個大小之後 他就必須要用複合式的材質 或者是鋁合琴之類的 那像我們在我們的級距在一百二十五尺以下 那這上面的比較豪華的設置 就會有一個戶外的按摩衣缸 甚至有戶外吧台 那其他的配件就看 可能有的人想要在那邊擺一個鋼琴 擺一個小快艇都有可能 各位在下訂單之前 會先跟你們講 我有什麼需求嗎 不會 不會 他們不會去跟你說 他們要做什麼 因為這白紙黑字不好 他也不會留下任何東西 他只會跟你說 他什麼時候出海 日期是什麼時候 然後他們要訂多少 多大的遊艇 然後時間要多久 去哪裡 我們大概只會知道這個 那其他的部分 只要他們不誇張 其實基本上 我們也不會去管他們在做什麼 對 不過你看我們說 臺灣的遊艇真是好棒棒 棒到什麼程度 幾年前不是有個新聞嗎 國際非常知名的精品品牌 也跟我們下訂單 做了一艘超豪華的 所謂的XV遊艇 所以很多人就說 臺灣其實在遊艇訂製方面 實力非常的堅強 甚至還有遊艇界的台積電 是不是人生老師 其實我們剛才在講 就是說我們在臺灣 其實很難知道 國外的遊艇是多奢華 因為前年我剛好有幸跟公理事長 就是嘉信遊艇的總經理 以及他們東哥的那種 我們一群 臺灣的遊艇界的這些老闆們 去Florida 羅爾代堡 就是遊艇王國的 最厲害的那個地方 去看了我傻眼了 你知道嗎 他們的遊艇 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那個嘉信2.4億 那邊300 million 就是3億美金 他那時候一臺一臺大概一百二十公尺 我講一百二十公尺 那個叫叫Mega Yacht 就是超級大的那一種 上面也可以停兩架直升機 然後他因為去那時候 二零一九是羅爾代堡 他們六十週年 也就是船展 船展六十週年 所以去的時候 你會看說 所有全世界最奢華的遊艇 都在那裡 那你去看金碧輝煌 那一棟根本 就是說那種超級遊艇 一棟就跟什麼 跟超級旅館一樣 在那裡 所以真的很誇張 那我們講回來 因為台灣是在全世界 佔有一席之地 非常重要一席之地 你看像遊艇裡面 如果說一台遊艇 三億美金 裡面撈燒 什麼要買 你看內裝 內裝基本上都是手工 因為內裝 你不可能說有什麼FRP 打打模子出來 進去內裝 全部都是木頭 而且是在遊艇裡面 他不會說 那個用便宜的木頭 一律用最好的木頭 用手工下去拋光什麼 沒差在買這個 沒差在就洗掉的 所以你看 台灣在做這個 內裝一流的 台灣做這個內裝一流的 但是很辛苦 就是很辛苦 內裝對於遊艇來講 他是一個加分 加分再加分 因為為什麼 因為遊艇基本上 你在裡面 你就是這樣 等於說你一出去 就是奢華嘛 你睡覺也要有尊榮感 對不對 馬桶坐得舒適 對不對 浴缸 有那麼大大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內裝非常重要 那台灣在這邊 內裝是算 全世界算 那我們台場 有些真的是很厲害 對不對 包括像是在 鐵皮屋做 拉法業界的生意 你講到這個 這一位就厲害了 這一位 全世界獨一無二 他做什麼 做Propera Propera就是我們講 螺旋槳 螺旋槳 我再講一個小故事 因為大概一個多月前 我們台灣的拉法業界 出左銀港的時候 不小心把那個 葉片給打斷 那一支葉片 頭大的一支葉片 好幾億 好幾億 拉法業的那個 可懸飾的那個 那個螺旋槳 講回來那個螺旋槳 誰可以做 這個可以做 好這一位 好這一位 這一位先 他從以前就是開始 以前就是在鐵皮屋裡面 做鐵工的 在古城裡面 發現他有他的特殊專長 為什麼 他有辦法把他的螺旋槳 做到他的受力 因為螺旋槳 你就是吸海水進來 然後你打出去 所以他受力的那個平均 在螺旋槳上面受力平均 受力平均幹嘛 你往前的推動力就強了 所以呢 有一個小故事就是說 他有一次就是日本人來下訂單 你就知道日本人就是鼓毛 你知道嗎 日本人他以前在二次大戰 怎麼說鼓毛 要去丁金 丁金 丁金 所以你知道嗎 日本那時候他們做軍艦 很厲害嘛對不對 軍艦所有他就吹毛球之 什麼都要最厲害 所以日本 尤其他一次大戰打打敗蘇聯 打敗俄羅斯 日俄戰爭的那個 日俄戰爭的那個黑海艦隊 所以他很驕傲 說我們做的絕對 臺灣不可能做的比他好 有一次他就那個 跟這位老闆下了訂單 下訂單說 我要你做的 普洛佩拉吃看看 結果呢 他的普洛佩拉跟日本的普洛佩拉一試 他的普洛佩拉比他 他就是同樣船 鑽他的普洛佩拉 快了一截 什麼叫一截 我們講說一截來講的話 就是你航行 航行一海里 航行一海里 那譬如說一截 他就叫1.8 1.8公里 大概1.8公里 就快了1.8公里 日本人說 我已經這麼厲害 哪可能呢 所以就這一位 這位老闆 所以說 現在來講的話 在全世界的遊艇界裡面 都爭相要他做的這個 羅宣佩拉 羅宣佩拉 你看他的資本額不多 但是他連營業好像大概 快6、7億 6、7億 那你看包括像 國外精品集團 也特別來到台灣訂船 那除了像螺旋槳 內裝之外 到底台灣還有什麼 厲害的地方 有 台灣很 就是說這整個產業 就是遊艇的產業 而且他非常多元 他其實就跟我們之前在探討 電動車一樣 優艇裡面還有導航設備 台灣導航設備 那要請 革命有沒有聽過 革命做車的嘛 對不對 做車的導航 人家不是跟他做車的導航 他做得準的導航 主要傳的導航 然後還有傳的什麼 魚探機 你出去 主要釣魚 魚探機 除了導航 然後還有無線電 這一些的 那除了這樣 還有我們就是說 那個水下的 側翼的推動 側翼推動 我們其實整船都能做 唯一 唯一我們那個引擎 那個引擎就比較挑戰一點 目前大概就是說引擎 全世界 大概他們那個比較高等的船 他們都要自己的客製化 那你知道台灣多厲害嗎 這個是2021 今年大概2月剛出來的 的那個資料 我們我們台灣在全世界 全世界這個就是說 他們那個生產遊艇的排行 生產遊艇的排行 那第一名 第一名 這個是那個荷蘭 土耳其那邊 我們今年 原本是 我們原本是全 如果說全世界排 以國家來排的話 我們是第六名 但是今年 就是去年的數值 串起來我們排第四名 第四名 全世界第四名 但是如果單獨公司的話 也串起來了 第四名 第四名叫Ocean Alexander Ocean Alexander 就是東哥 東哥遊艇 他本來第七名 去年串到第四名 第四名 就是他的製造的總長度 總長度算來第四名 但是呢 不是這樣而已啦 臺積電 會比較有連電嘛 對不對 來 我們再看一下 Horizon Horizon 就是那個嘉宏 嘉宏遊艇 嘉宏遊艇 他本來是第幾名 第九名 串生一名 第八名 今年第八名 所以基本上 就是全世界十大 遊艇製造商 我們臺灣就佔兩間了 在奢華的星期五之後 我們現在要講 驚濤駭浪的星期五 美中談判正式登場囉 談判之前 大家就拍面稍後看 談判的時候更是劍拔弩張 感覺起來雙方都沒有在客氣的 而且還說要延長時間 繼續講給對方好看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再來歡迎資深媒體 人戰的話有花哥 大家好 時事評論家管恆文 大家好 我們說中國方面 用中文說自己的話 那當然美國方面 當然就KIMOJI不是太好啦 說什麼呢 好美國就不滿 直接批中國代表團 是滑中取寵 而且更尷尬的是 現場人員又有媒體團 就想說你們要不要先退下 退下不要拍好了 沒有想到要求媒體 退場的時候 然後這兩邊意見 布里肯說 又不一樣了 對 因為布里肯居然說 動耶 因為中國官員說話了 那我也要來說一下 這一說居然就是 哒哒哒哒 一個小時過去了 雙方還為了什麼時候 要請媒體離開 意見鬧不合 這麼難得的熱鬧場面 我們一塊來看一下 大陸戰爭 我們要求 各國受和平發展的道路 而不應該憑藉自己的武力 到處去進行侵略 去推翻其他國家的合法的政權 新疆 西藏 台灣 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堅決反對 美國干涉中國的內政 我們對美國採取的 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 表示了堅決的反對 並向採取堅定的反應 我們兩國最好 自己管好自己的事 不要轉移魔頭 不是 這雙方有在對話嗎 感覺起來是各自在講各自的話 而且重點來了 如果你們都要吵架的話 那幹嘛 把所有的全國際媒體都叫來 吵架給大家看 因為原資沒有來 代表原資為大家 獻唱一首歌 叫做無言的結局 曾經是對你說過 這是個無言的結局 那這不可能會有 我也會講得出來 在開會前 雙方都先打好預防針 不會有什麼任何的 進展 然後我們也不會表現什麼樣好的態度 甚至美國國分部 還在社群網站寫什麼 臺灣從來都不屬於中國 那美中關係怎麼談得下去 所以楊潔篪今天的態度 非常的強硬 警察沒用嚇的而已 美中護將到底在搞什麼 潘老師 我們之前還想說 有可能記憶三分證 結果不是 結果是消滅不好 對啊 我們還在猜 大家消滅之後 記憶應該是握握手 握手 寒暈暈一下 溫暖一下 事件這麼冷 我們真的是不可思議 這個不像是一個世界上的大國 在談事情的模樣 有一次一見面就伸出雙手 你知道怎麼伸你知道嗎 這樣伸切把斷 非常的可怕對不對 我們來談一下 那這一次的話 你可以說這個四季大對決 也是剛好四個人對決 那美方這邊派出的代表 就是布林肯跟Solivan 然後中方這邊派出的代表 當然就有楊潔篪 還有王毅對不對 然後每個人說話 力道都十足 然後從這裡來看的話 布林肯他的重點 當然是剛也播給大家聽 有沒有 哪壺不開題 哪壺 我們見面你就談什麼 新疆 香港 台灣 一下去的話 整個場面就很難看了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我們來看到這個蘇立文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其實也沒有什麼樣惡意 但是我們是歡迎 如果要競爭 我們就要競爭 如果要合作 我們就可以合作 但是如果你傷害我們的盟友 我們是願意為盟友挺身而出的 那這個楊潔篪的話 他真的就厲害了 為什麼說 因為他其實是個美國通 他馬上就覺得說 你這是干涉我們的內政 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不同的政治體制 你是民主的話 我不見得要走你那一套 這個是我的內政 你也講太多了吧 而且他還講什麼 我覺得他講這句話很絕 他說什麼 嘿 我是硬邀來你們國家做客的 你這是代客知道嗎 你用強權的角度跟我說話 就算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你也沒可能這樣跟我說話 這不是中國人的代客知道 我覺得這句話蠻有意思的 因為他點名了 是你邀請我來的 我來後你給我洗臉這樣 對是不是這樣 那但是很多人還是會覺得說 這個事情的發生 真的很有意思 來我跳開他們講的內容 我排個時序給大家聽 一開始 你們後面要怎麼談的話 可能不會給大家知道 可是媒體朋友在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講好了 你兩分鐘 兩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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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嗎對不對 行李如一帶過的感覺 結果實際上的時候 兩分鐘 兩分鐘 不好意思 十五分鐘 這樣對嗎 他講下去的話 那這個記者朋友說 到現在是 到現在時間是怎樣 你要照run down走啊 你知道這個時候 副控說會講over了 over了 大over 他照講就對了 所以就有人出來說 他講話的姿態跟長度跟語氣 對 剛剛就講 像是搭內宣 像是在對自己的國民在說話 變成是我到你家來 你給我臉色看 好 那我回頭跟我家的人講話 類似這種感覺 但是的話呢 那這個時候 他講這麼久嘛 媒體朋友就要走了 結果這布林肯 他也是厲害的 他馬上站起來說 媒體朋友先不要走 我們對中方的說法 提出我們的 要回應 沒有錯 大家一起來講個夠 對 很多人就會說 你這個sniper嘛 對不對 你這個就突然這樣子 狙擊突然這樣子暗殺 本來應該閉門講的 你知道嗎 結果竟然 怎麼會這樣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 這兩個大將PK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這個布林肯 他其實 他其實在美國出生 然後大概九歲 跟媽媽到法國去住 所以有人就說 他就是歐洲派 因為他可以說是在那邊長大 接受教育的 對歐洲的文化跟很多事情 都瞭解非常多 而且他其實後來也是在歐巴馬時期 是國安的顧問 那他最早跟現在這個 九百等認識 在2002年的時候 在參議院那個時候 其實就已經攻擊過 拜登的老班族 沒有錯 所以其實才會這樣子 就這個 現在就他來當這個國務卿 然後另外的話 他確實是認為全球是結盟的 而且他會拉幫結派 不像川普這樣一對一 這樣硬幹 拉幫結派 一起來鞏固我的盟友 然後一起來對抗中國 那但是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他在走馬上任 確定入閣之前 他其實來跟我們台灣的藍綠 的這個領導人 其實都是有談過 都是有接觸的 所以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人 但是我剛剛跟大家說 他是周拜登的老班族 我剛剛說是什麼時候 2002年對不對 真不好意思 這1977年 哇 這個資歷 你看馬上差那麼多出來 對 不錯 1977年是怎麼回事 不怪他去說 公共美國通 美國通 為什麼 大家注意前面有個老 老布希時候 1977年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話 老布希到中國大陸來 他那個時候是幫忙翻譯的 這二十幾歲很年輕 那時候老布希 對這個年輕人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的名字楊潔篪 又屬虎 就把他叫做Tiger Young 還給他取了一個名字 然後他在駐外的期間 駐外了好幾十年 光當美國駐美大使 就當了十二年 所以其實他對美國的狀況 中美關係 他非常的瞭解 他覺得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來你給我洗臉 他就用這一招這樣子下去 這麼瞭解還會這樣搞 對 實在不一樣了 所以現在整個先排來看了嗎 沒有錯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OK 那其實也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他其實之間的關係 其實非常的複雜 包含說 我們再去往下看 然後包含說 我們再講到這個 剛剛說是主要是四人組對不對 但是其他旁邊化修的人也很多 來我們來看這個 這一定是化修的 這個吹天台 對 意思說 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 我們這麼遠跑過來 不是說讓你來摸頭 不是來跟你妥協的 我們本來就沒有期待跟幻想 但是希望大家帶著理解離開 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 很難理解 那另外的話 來 我們再看 他其實這邊意思是說 我沒有要用我的中國霸權 這個當然就是環球時報 我們說他的這個喉舌 然後我沒有說 我要取代你美國霸權 我也沒有說我要當霸權 但是如果你要跟我對抗的話 我也是坦然就面對 我也是跟你奉陪 要拚來 意思是這樣 來 我再跟大家報告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美國其實非常重視這一次的對談 因為大家知道嗎 他們其實中美的對談 有三輪 美輪三小時 總共九小時 我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對不對 中印日 那個跨的四方安全會談 才九十分錢而已 這個是九小時 差了六倍 然後另外你之前不是 到日本到韓國才過來嗎 你到人家家裡去 有沒有談那麼久 沒有 所以我們從這個時序來看 大家就知道 其實他們彼此都知道 對方是重要的 不談不行 但是不是只有你會說話 這邊 美國這邊也有動作 美國這邊的話 他們其實知道商協會 他們其實也出來有一講 就會說 絕對不要手軟 對不對 你絕對不要手軟 不然的話 我們這個製造商協會 很多事情是很難做的 但是這邊更有意思的 有一堆的共和黨籍的眾議員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沒有看到 重申對台灣的堅定承諾 也就是說 你在國內的話 不知道是安排好的 還是大家不約而同 我等於是給你support 你在這個對抗的過程當中的話 我不管是從我的商會的輿論 或者是說從我的政界裡面的話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希望帶著理性離開嗎 不知道這會不會是太浪漫的期待 結果中美的世紀對焦 那大家就很好奇 拜登 拜登又跳出來搶戲 到哪裡去了對不對 結果拜登 忙著把總統的位置送給別人 怎麼會做這個事情呢 因為他在講話的時候講著講著 竟然就突然 President Harris 他竟然稱賀錦麗總統 怎麼會這樣子 我猜啦 我猜我幫他講講話啦 他可能副總統當的還蠻習慣 這是古聖遺風散讓 是不是這種感覺 太令人感動了 而且你說不好意思 他應該很不好意思對不對 結果沒有 賀錦麗曾經也講過 那我就默默收下了 他曾經也講過說 我這個賀錦麗政府 不不不 拜登和賀錦麗政府 但是不是現在而已 其實之前在Arizona的時候 那個拜登已經就又講過了 我跟賀錦麗總統 而且更有趣的是 剛當選還沒就任 他就直接稱賀錦麗是 President Elect 就變成是你 你直接一直稱他就是總統 所以你是口誤嗎 還是你心裡早就做好 接班的打算 好 不過在這場會談之前 我們說這個布林肯就講過了 這一場會談 他不是一個系統性會談的開端 也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道而已 不一定有下一次 而且更重要是說什麼 這不是戰略性的會談 所以不是 又是競爭又是合作會談 所以雙方可能有準備 就是現在加共加少 我們並不是以結婚為前提的會談 好 當然不會是以結婚為前提 因為現在雙方要分手了 這個胡錫進其實你看會以前會後 他現在會後又再開槍 他直接說 中國還希望跟美國維持正常關係 你看還在講這樣 但是敢於鬥爭 合作才有可能 你還是要想要合作嗎 你這樣會 你是要怎麼樣合作嗎 好 很多人說 那可能政治方面沒有辦法合作 那經濟方面現在還要談嗎 尤其是楊潔篪 那十五分鐘 哇塞 通常我們知道 這樣的國際會談都是要翻譯的 但這次他直接說不用翻譯 他講給誰聽的 廷文老師 對 這個楊潔篪跟王毅 這次到阿拉斯加區 其實在會前的時候 大家都討論兩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 他們這一趟此行 是不是跟中美之間 要建構所謂的戰略對話 事實上布林肯已經打槍了 就是說沒有 沒有要做戰略對話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今天布林肯是有心的話 你就把這個邀請客人到美國來做客的話 你看安排在華府 你怎麼安排在阿拉斯加 冰天雪地地方 就像上一次去年的時候 蓬佩奧跟楊潔篪見面 在夏威夷這個地方見面 都是什麼 都是故意把他距於門外 那你今天布林肯已經到南海 到首爾 你只在飛一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 你就到北京了 那為什麼不去呢 所以這個代表是什麼意思 就刻意的 刻意安排 那麼遠你也來了 那所以楊潔篪跟王毅也知道 所以你才有崔天凱講說 乾脆不要去啦 這時候他們去的原因是幹嘛 是因為執行習近平的意志 對啊 其實我們說廷偉哥 我說實在話 搞到這麼難看 何必會晤 對不對 相見不如懷念 你如果會晤的話 楊潔篪現在不是十五分鐘 十六分鐘 故意用中文講 然後講很快 不要讓翻譯來翻 這是跟誰講話的 跟自己國內的人民講話的 那為什麼要 環球時報就跟上去了 所有的中國的媒體 就跟上去 這叫大內宣 那為什麼要執行習近平的意志 那後面來講 待會再講 這後面來講的話 楊潔篪又講了大概三分鐘 那這時候才有翻譯 翻給美國人聽的 所以後面那三分鐘 講給美國人聽的 前面那十五分鐘 十六分鐘講給中國人聽的 那這時候為什麼 他要執行習近平意志 很簡單 因為如果說 我在美國人的面前 表現我非常強悍 習近平不就在中國內部 對啊 竄起那個民族主義的高章 他現在不是在準備 二十大的第三次連任嗎 那這個時候 對他政權鞏固 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 不過雙方這樣的會面 有可能是為了拜登 跟習近平之後的碰面嗎 有可能是為了喬這件事 對 因為華爾街日報 已經釋放這個訊息出來 代表人去放話 那這個東西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有中國官員 是私底下要求美國這邊的話 讓他們兩個領導人 能夠見一次面 因為到目前為止來講的話 除了打電話 過年除夕那一天 打了兩個小時電話之外 其他都沒有什麼 任何管道見面 所以他們可能會安排 四月二十二號 地球 地球日的那一天 來做視訊會 對 世界地球日 因為為了全世界的和平 對 愛與和平 或是環保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什麼 拜登會因此上當嗎 因為你纏了什麼東西 我今天跟你講 那麼多東西的 新疆 西藏 香港 台灣 等等這些問題 南海問題 東海問題 直接亮牌囉 對 全部都已經亮底線了 結果你改也不改 然後你來也沒有跟我說 你要改什麼東西 所以等於是談 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通常這樣的會談 不會搞得這麼難看 他是故意搞難看的 因為搞難看的話 中國這邊是有需求的 他可能是在現場也一場戲 然後回去的話 他有民族主義方面的需要 那廷輝哥我們說實在話 像這樣再談下來 你覺得這一場會談 所謂的美中會談 會有任何進展 或者會有任何一點點的共識嗎 他們基本上沒有想要尋求任何進展 其實雙方沒有進展的話 是最好的方式 因為現在美國是正要跟中國 做一個切割 你今天最好是中國 不要答應我 一塊一塊把你切割掉 你今天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關鍵技術 這一塊的經濟不放的話 中國沒辦法一直起來 美國一直往前跑 你中國在後面追 要嘛你就用偷的 用搶的 就用這種方式 所以 而且你知道難看到什麼程度 會後記者會取消 晚宴也取消 對嘛 這樣就很難看 而且很難看 他們選擇會面的地點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庫克船長飯店 那這家飯店是什麼 是因為當年庫克船長 第三次航行太平洋的時候 到了白令海 然後到阿斯加 發現阿拉斯加之後 後來這個為了祭奠庫克 但是不好意思 第三次航行的時候 庫克就死在夏威夷 第三次 是不是代表習近平的第三次呢 另外來講的話 庫克就死在夏威夷 也就是說沒有後續了 就死在那裡 英國基本上這個地方 很多地方被法國就滲透了 所以簡單講 就是說這個強權之間的鬥爭 細節安排都非常重要 你可以包含那個飯店安排 你看都是 就是Jace Cook這個地方 是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這一次 在美中會談當中 其實對於像是臺灣 香港 新疆議題 完全不肯讓步 也讓大家覺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尤其是針對臺灣的部分 好 那我們的國防部長邱國正 還因此哽咽落淚 因為中國這樣的武力 不停的想要犯台 這樣的意願意念呢 好 其實呢 讓他覺得 其實壓力也真的蠻大的 我們帶大家一塊來看 我們不挑釁嘛 但我們絕對不逃避嘛 不迴避嘛 對 我們備戰嘛 但我們不求戰 但我們應戰 我們不避戰 國之懷就問我 我跟你講說 你是一個軍人的兒子 一旦臺灣發生戰爭 你說兩個選擇 一個在家裡等到老爸 幫我們歸來 一個到這場上去 找老爸死你 好 我們的部長真的是鐵真真的漢子 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他 講到這一句話呢 其實身為家長真的是覺得 蠻感人的 但是為了臺灣 我們大家都要繼續撐下去的感覺 其實我們說以前有一個 類似這樣的故事 我們說在日二戰爭的時候 我們說日本的大將乃木西典 乃木西典他有兩個孩子 也是跟他一起上戰場 結果他的長子死在戰場 那他們跟天皇的關係 其實非常好 所以天皇曾經召見過乃木西典 跟他講 你把你二兒子叫回來 為你們乃木家留一絲血脈 結果乃木西典怎麼跟天皇講的 他說我生這兩個兒子 就是為國家生的 我希望我下一次看到我的小兒子 不是在我家的客廳 而是在禁國神社 那當然他的目的 最後也達成了 尤華哥 那現在的國防部長 他的答覆 是跟過去歷任的國防部長 都不太一樣 歷任國防部長都會問 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臺灣能撐多久 撐幾天 對 有的人講兩個禮拜 有的人講三個禮拜 但是就美國人來講 他是講你要等我十七天以後 我才有反應 但是邱國正他卻講 我一路奉陪到底 對不對 他沒有講天數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軍人跟別人不太一樣 他講了一路奉陪到底 整個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應該不... 你要知道他的成長歷程 我這邊我講一個故事 我第一次看到邱國正的時候 是在一個學術會議上面 所有的人都穿的西裝筆挺 他穿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穿什麼 牛仔裝扮那頂帽子 就是他那個時候剛從美國回來 他夏威夷五官 他剛從美國回來 他就一副西部牛仔的樣子出來 那從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一般的將領都比較拘謹 但是只有他 他可以硬幹 那他為什麼他會硬幹 各位知道 陸軍裡面有兩個總司令 專門管那個褲腰帶以下的事情 一個是蔣仲林 我們那個時候服役的時候 他叫我們褲子脫了下來 看我們穿的是不是公家發的 叫做什麼 黃埔大內褲那種 那你知道吧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他 他會要求說 你拉鍊下面 後面的扣子都要扣起來 所以這兩位總司令 是真的是與眾不同 一個是我親自的 真的太與眾不同了 對 太與眾不同 因為蔣仲林管褲擋以下的事 那他也管褲擋以下 那他比蔣仲林還好的一點 他還管三劍死 哪三劍你是不 哪三劍 頭皮 草皮 還有一個 大家通通都沒講過的皮鞋 如果你皮鞋擦得不亮 他在擔任陸軍司令的時候 看到部署你皮鞋擦得不亮 沒有關係 他會命令那個侍從官 去幫你弄斜刷斜油 你當場給我擦乾淨 就是說他對於內務 內務我們軍中講的叫做內務 那你應該聽得懂對不對 內務貴的事情他很有興趣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 他也是在美國 美國對美國官員非常強硬的一位將領 怎麼說怎麼說 他強硬到什麼程度 有兩件事情 他說你們潛艦不賣是不是 小布希2001年說要把潛艦賣給台灣 你居然不賣 我們台灣自己造 但是希望你不要反對 你支持台灣 這個是一件事情在國防工業會議 因為國防工業會議 他在台灣召開的時候 我們曾經去過 那另外一個 對於所謂的軍購產品 你知道邱國正講了什麼 講什麼 你可不可以不要賣四級軍品給我們台灣 四級 四級 就是說我要的是你的一線裝備 我不要你的後備或者國民兵裝備 那些我都不要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算是比較了解美國 還有一個 各位曉得 他也是歷任國防部長中為二 從情治單位轉到國防部 第一個是陳大慶 第二個就是他 那他那個時候為什麼要轉到國防部 各位曉得 他為什麼要轉到國防部 是因為我們的情言中心屢屢 對於中共的敵情的掌握 或者是判斷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蔡英文才會叫他說 你就乾脆到國防 擔任國防部長 那擔任國防部長以後 各位曉得他下的第一道的命令 對於情治單位下的第一道的命令 他說凡是重要的人事都必須要經過國防部 還有對於情報系統跟外界之間的交流 部長必須要掌握 那第三個就是比較重要的 他希望他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好好的整頓情治單位 因為他在情治單位受到的一些苦 是外界講不出來的 因為他是失焉案後臨危受命 所以我們可以看邱國正這個人 就我對軍系將領的觀察 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有牛仔的鬥性 又有情治單位的研判 還有國防部管三皮的 所以他的人格是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這個是值得中國大陸注意的一個將領 中國大陸現在大撒幣 一直要扶植他們的晶片市場 這個難道就是我們開放 你們來偷我們的東西 想要來跟我們的合作方式嗎 好 那如果砸錢就做得出 真正好的晶片跟半導體的話 中國不用搞成這樣子 這也是要再砸錢要砸六百七十億 你要記得武漢弘興當初砸了一千多億 最後連廠房都沒有蓋出來 是一個爛尾樓 而且這群人到現在還在變 而中興我們知道他是中國大陸 相對比較成熟的半導體工廠 但是問題來了 砸錢就做得出十二寸的晶圓嗎 如果這樣子 臺積電怎麼混 阿森哥 其實我覺得這個謊話沒有人敢去把它戳破 就是我們臺灣看得很清楚 其實你看就是說中興半導體 他這次打算說跟在那個深圳蓋一個 那個十二寸廠 那其實你要想說 那拜登他沒有把川普的那些禁令解除 他反而更把他禁令還加好幾條 他去修改了那個出口管制條例 然後也增加他的那個 所有東西都不能賣給華為 軍事最終用途的 所以你自己看 軍事最終用的 你中興半導體 因為他是在中國算是最成熟最先進 最有可能拿去軍事化的是哪裡 就是他們 對不對 所以你說有可能那個高端設備 還賣他們嗎 不大可能 對不對 而且你自己看 他現在其實他們自己那部策略 也有改了 他現在中興半導體 他現在的策略叫做先生存再發展 我們剛剛有看到 他自己都講 現在連生存都不容易 為什麼 那叫低頭 低頭 因為你沒有國際上面 來給你這些製程設備 你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其實你自己在看 我覺得他還講一句話說 他現在這個 他們有DUV 對不對 之前還鬧出一段一段新聞 害得我們那個台積電跟聯電 跌了好幾天 就是他們自己那個放假消息 說他們買到的是EUV EUV買到大家都緊張了 對不對 大家就緊張了 因為為什麼EUV 他的他的那個 他的奈米波是到十四奈米以下 但是呢DUV是到五十幾奈米以下 這樣就比較不怕 對不對 所以後來澄清 那個美國那邊澄清說 他們買的是DUV 不是那個 所以基本上 他現在就是有媒體力量 他們在製造假新聞 所以呢 我覺得說現在最主要 其實我們可以看這一張 就是說其實呢 中興半導體 就下最下面這一個 他這原本的推測就是說 他們到2021年 是要跑二十二奈米的製程 二十二奈米的製程 但是呢 我覺得會delay啦 會delay 為什麼 因為現在那個美國的設備 也不賣你 荷蘭的設備也不奈米 所以他們現在是focus說 希望可以做十四奈米 因為過去他們還講一個笑話 說二十二奈米比三奈米厲害 因為比你多了好幾倍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那個 很多黃化 因為他們不敢戳破 因為你知道嗎 他自從過了那個十四五 跟製造二零二五 made in china的那個計畫 你知道中國有多少間 半導體廠註冊 六萬間 六萬間 全世界幾間而已 你幾七對不對 這六萬間 嚇死的人 卻全部都是爛尾樓 對不對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這樣看來的話 他們還有的跑 因為二零二一的話 台積電也大概賣入三奈米 四奈米三奈米 沿上也大概大概那個時程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他們中國不會那麼順利 但重點是他們現在喊出了十二寸的晶圓 好說二零二二年就要來投產 那今年你才蓋廠 你有可能明年投產嗎 重點是他的技術插了台積電兩到三個世代 兩到三個世代 那這樣子喊話 所以所以我就說他們大概有點那個胡說八道 胡說的太過頭了 可是他是中興的董事長 他不是小家的公司 沒錯中興的董事長 問你他上面還有什麼黨書記 黨委書記等等長的對不對 他講給不懂的人聽嘛對不對 那懂的人他就他就聽了就知道 原來你們是搞那個嘛 就像我們自己講到那個那個洪蕊嘛 武漢的洪蕊對不對 他在買的全中國第一台EUV 買的第一台EUV 結果有沒有用 還是講霸去幫他們求來的 說拜託啦 賣我們一台 真的也賣他一台 很唯一一台 就那一台的沒有拆封 拿去幹嘛 抵押換錢 抵押換錢 武漢洪星嘛 對 所以講講上一氣一個 他就離開武漢洪星 講說你把我騙來當人質 然後把我求來的這個EUV的機器 拿去抵押換現金對不對 那所以基本上都在搞騙的嘛 我們說中國大陸現在 除了發展所謂要極力發展金片以外 現在更可怕不是要發展 是要緊縮 為什麼大陸人現在之前資金犯難 甚至借貸也犯難 我們說螞蟻金服那些東西 現在小米也想搞這個 小米雖然躲過了美國的制裁 但沒有躲過這個中國方面的打壓 自家人的打壓是更恐怖的 尤其在中國大陸 你說為什麼資金要緊縮呢 金融業要緊縮 為什麼呢 因為什麼都能貸款 什麼都不奇怪 對 真的沒錯 我們知道馬雲說嘛 中國的金融系統沒有系統 結果現在雷軍要說 中國的金融科技沒有科技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他透過子公司持有了百分之三十的 這樣的一個新網銀行發生什麼事情 要幹嘛 國進民退嘛 所以這樣一個純網銀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共產黨在做什麼事情 給了非常多的銘木要去打 那結果你會發現 雷軍跟馬雲現在變成難兄難弟 當初雷軍不是講一件事情嗎 站在風口上 連豬都會飛 對 那個時候呢 馬雲弟子他什麼 要是風過了的話 摔死的都是豬啊 結果我現在就發現一件事情 風是誰給的 共產黨給的 黨給的 黨要收回 他一定得要收回 所以你發現 哇 雷軍現在打到沒收 為什麼 因為呢 現在要幹嘛 打土豪 分田地 所有的民眾 開始投訴數量第二高 就發現 銀行違規的放款 車貸的金額意義等等的 他們在收取的平台費 感覺好像是在欺負小民 達到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所以我們會發現 因為網銀的關係 雷軍好像賺了很多錢 可是呢 被共產黨這樣的一個 國進民退之下的時候 搞的是焦頭爛額 雖然他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 他到底賺了多少錢 其實新台幣一千九百多億嘛 那對於共產黨來講 你油水很多 那我就要來跟你分一杯羹 結果你發現民退了 國怎麼進呢 我們就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在做金融監管的時候 可能會大小眼 可能會這個打蒼蠅不打老虎 結果我們發現 下一張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共產黨是怎麼 打蒼蠅不打老虎的 工行是親兒子 工行為什麼是親兒子 他是中國工商銀行 他背後最大的股東 就是國營企業嘛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陌生人我可以打你 但是親兒子 國進民要退嘛 你會發現他現在出來推陳出息 怎樣子的貸款 目的貸 目的貸是什麼意思 目的怎麼貸款 目的貸款就是現在因為 發現一件事情 昆明那邊的民風 是覺得說我們應該要後葬 結果發現昆明 雲南那個地方大部分的人 其實收入都不高 沒有到達小康社會 只是在數字上面達到了 可是卻發現昆明那邊的人 既然要後葬的時候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就必須得要有這樣的一個攻擊 結果卻發現說 他們的公墓竟然要最低 是一萬塊人民幣開始起跳 如果豪華的要到八萬塊左右 這個背山靠海嘛 所以海擠第一排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會發現他們對於要後葬這個需求 是存在的 這個時候工商銀行就出來了 沒關係 工行幫你渡南關 沒有辦法的話 你可以貸款嘛 你可以分三年 早買早享受 買來等著用 所以你就發現 目的貸就這樣出現了 可是 金管機關在做什麼 為什麼 大家就覺得說 你只許這個工行 可以放目的貸 但是一般的這個 銀行卻放車貸卻沒有辦法 原來就發現一件事情 除了親兒子之外 也有乾兒子 九江銀行是什麼 九江銀行是所謂的 城市商業銀行 城市商業銀行 就地方銀行 對 他們地方銀行 他們最大的股東是誰 是九江市的財政局 雖然不像工行市一樣是親的 但是也是乾的 結果他們發現什麼 財禮貸 結婚沒有辦法 手頭有點緊 沒關係 九江幫你渡南關 就發現 最高可以貸到三十萬 結果發現 結果國營企業的 這些銀行 紅包白包一起串聯 所以我們知道 很多的貸款當中 不知道明天跟二胎什麼時候來 就有二胎貸 如果你是一位記者 也是一位都市的新興的女性 還有記者衣貸 還有美容貸 你會發現追求美麗 沒有極限 所以 美容貸是為了整容用的 記者衣貸 如果我是記者的話 我就可以去貸款 因為有職業 對 有職業別 所以 立人 美容 記者衣貸等等 其實央視就在警告 這種無需抵押的貸款 就是掛羊頭賣狗肉的信用貸款 明目還那麼多 對 所以你會發現 他們在換湯不換藥 可是你會發現 央視警告 感覺好像就只是輕輕打一下 那金融監管機關 國進民退之後 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次我們會發現 現在在中國做商人 感覺好像做銀行金融機構 好像做不太起來 結果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要做什麼 開始把歪腦筋 動到了民生產業上面 那我們在台灣知道 日本製造的壓縮機 非常稀少 一生懸命 一生懸命 結果在中國 日本製造的鐵鍋 根本沒有 為什麼 是因為他們的代言人 叫做伊藤惠泰 原來在賣了兩年的鍋子 賣出了十萬多份鍋子 發現竟然是中國代工廠 自己貼標貼上去的 你會發現他翻了五倍的價格 一生懸命的 讓很多的婆婆媽媽 被他的真情所動容 結果卻發現這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我們知道 在中國做生意 小老百姓往往都會被商人 跟官員 所以這一個人 他也不是一生懸命的日本人 是一個中國的演員 對 他就是一個中國的演員 這個中國演員 你會發現他根本不是日本人 他演了那麼多部戲 你還叫他一生懸命 也真的蠻敢的 對 他根本不是Made in Japan 他是Come from Shanghai 你發現了嗎 他參與了非常多的跑龍套的 這種演員的角色 結果他最後在廣告代言上面 大放異彩 讓很多的婆婆媽媽 因為他的真情 煽然淚下 最後就買單了他的假貨的鐵鍋 不能受訪 也不然會被鋼 賣假貨什麼也就算了 現在更重要是什麼 如果當金融要開始緊縮 是不是國內出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這幾年 如果你要去中國開戶是非常麻煩的 你要保證 你要很多很多的手續 這個國家如果要發展經濟 我們應該希望世界各國到我們怎麼開戶嘛 為什麼要緊縮成這樣子呢 是因為他的內部經濟 真的出了點問題嗎 猶豪哥 他內部不但出了問題 他現在連外部也出問題了 連外部都出問題 他現在可以說是無所不帶 那我問我大陸的朋友 你們現在貸款氾濫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剛剛講不是美容貸 美容貸他還細分三個 整形 抽紙 瘦身 幹嘛分那麼細啊 沒有啊 因為他分的細錢會貸的 那我貸完之後你管我要幹嘛用 我也不會告訴你 對啊 但是你要付我的利息啊 這個是一個 他說這個目的是到達一個什麼樣 炒那個目的 連那個線上目的都能夠炒 線上目的 所以這樣的貸款會讓炒作的事情發生嗎 他的貸款一定讓炒作的事情發生 因為他是一收就放 一放就管 一管就死 因為這是一個循環 除了這個以外 各位你要知道 最重要的是說 我在一九九零年去那個中國大陸 那個時候不是經濟管制 經濟管制 然後他們怕通貨膨脹 去炒什麼炒電風扇 日系電風扇 連缺個腳的都要買回家 因為他們認為那個是可以保值的 所以中國大陸他有很多的做法 是出乎我們的想像之外 你還記不記得 日本的所謂福島電廠的時候 中國大陸幾乎在南部的鄉下 華南華北的鄉下 他們囤積什麼你知不知道 囤積什麼 鹽巴說可以看放射線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國家 那這個國家真是無奇不有 美中會談怎麼會搞得跟分手擂台一樣呢 好大家都看過這個節目喔 男女朋友在鏡頭前面開嘛 炒給全世界的人聽 但中國呢這個說也奇怪坐下來談 怎麼又指著別人的鼻子罵呢 好不過美國這邊 他也不是省油的燈喔 帥到分手 怎麼可能讓你一個人帶風向呢 中國想贏面子現在卻失了理智 於是呢就帶著理解真正離開了 說實在話我們說這個美中啊 他們這個兩大巨頭對兩大巨頭 四個人在那邊會談呢 那個吵架實在是有點難堪啊 普丁就有幽默感多了 怎麼說 拜登說普丁是個筷子手 普丁說你也是 講完之後回頭來跟他講 要保重身體喔 這兩個人是在互相插刀嗎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我們的美國總統拜登昨天脫口而出 說普丁是個筷子手 普丁他也回嗆說你也是 而且普丁其實還蠻有禮貌的 我們說實在話 俄羅斯人的氣質就是不一樣 他轉頭還講叫他保重身體喔 我覺得這句話講得好酸喔 而且你有沒有想到一部電影叫做空軍一號 裡面不是有一段對話嗎 恐怖分子對美國總統的女兒說 你是不是覺得我像魔鬼呢 你爸也是一樣 只是不一樣的是 他是穿著西裝按按鈕發射飛彈來殺人 其實拜登在選舉的時候 他就講過了 美國最大的敵人是誰 俄羅斯啊 蘇西亞 提依哥 對 俄羅斯藏起來 美國這個重要的敵手 其實美國人的記憶當中一直沒有改變 從能戰打到後能戰 所以現在你說要把突然間把戰略轉移到變成中國是最大敵人 其實有很多美國人還是停留在俄羅斯才是最大敵人 所以這時候他們美國政府就是在俄羅斯跟中國之間選來選去 結果最後還把兩個定為一樣的 都是邪惡的軸心 然後但是問題是什麼 現在他們發現到一個問題 俄羅斯即便是如此 不過他的國力是衰退了 那中國來講的話他的國力是不斷的上升 才有辦法去挑戰美國在國際秩序 那現在回過頭來講這個普丁的事情很好笑 因為他事實上接受這個俄羅斯的那個radio 這個所謂的媒體訪問 那訪問的時候就講了很多事情 那其中有講到說拜登罵他是keyler 然後他就說 這時候他就說這個 他非常注意這個拜登的身體 他現在已經七十八歲以上 所以這個還是要叫他好好照顧身體 這句話這感覺好像是怪怪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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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重點是在口氣 如果口氣說你現在還要注意他的身體 那算關係你知道嗎 你今天也要注意身體 這就糾纏了你知道嗎 對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拜登你看處理反對黨的 那個那個領袖 其實都嚇毒或是反對普丁 普丁處理他的這些反對黨 或者是說這個一些特務外逃之後 他就派人去暗殺 所以其實拜登對普丁來講的話 其實沒有講錯 你就是keyler 但問題是普丁是很幽默的回應他 還有一件事情說 在訪問的時候也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拜登常常對他講一句話 他說I know you are but what am I 這句話來講的話 這個普丁是說 這個時候是小時候 他會對那個另外一個討厭的人 講這種話 那他意思是說 你簡單講就是吃老老飯店 吃老一來 你變成說什麼 就是孩子氣 你雖然年紀大 但是你是孩子氣 你講的起來是小朋友 在講的口氣的意思 他其實罵了不但章字 滿厲害的 普丁不僅僅是在軍事上 普丁真的有生氣 他把俄國大使給召回了 對他是那個動作 其實美國也是一樣 美國對俄羅斯也是差不多 這種方法 把那個大使也召回 但是就是說現在俄羅斯的軍方 也正在研發一個東西 就是說現在過去來講 曾經在冷戰的時候 曾經有福一的凸 這個二十二M3的這個轟炸機 現在呢 他準備在量產 因為冷戰的時候 後來俄羅斯的經濟狀況不好 後來就停產了 但是現在呢 準備量產 你冷戰時代 產品要重新再生產 對 因為這種轟炸機 基本上準備出來對付 所謂的美國的航母 所以他只要幾顆之後 就可以把美國的這個 所謂兩個航母艦隊把它摧毀 這是俄羅斯專家自己講的 但是問題是什麼 大家認為說 那你美國不是有F-35嗎 F-35要對上這個圖二十二的話 會不會說到底是F-35是怎麼樣 但是重點就在哪裡 就在晶片 因為重點這個圖二十二來講的話 它也是用老式的這種方式來做的 所以即便它的活力很強大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 KH-32的這樣的一個飛彈 也是一樣 就是說俄羅斯不斷的也在加強 它的一個巨勢力量 但是重點是什麼 美國也不斷在精進當中 你知道這個 我們這個媒體在討論這個所謂的國際局勢 那其中一個國家 其實在我們做節目之前 我認為他叫最熟悉的陌生人 這個國家一定有聽過 但他到底在幹什麼 你都不清楚 他叫做印度 但是我後來才知道 印度在軍事武器上 真的不容易 有諧星的特色 好 這感覺起來 印度現在就是要跟中國說 I'm watching you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最近有個叫間諜艦 瞄準的是誰呢 中國大陸還有另外一個旁邊的國家 巴基斯坦 一起來嗆聲 印度是全亞洲第一個有航空母艦的國家 可是它航空母艦可以放在港口 20名不用 厲害吧 為什麼 參觀用的 開不出去 這個是一個 剛剛我們講的 它現在北極星號 各位知道北極星號 是印度的第一艘間諜艦 那中國也有 中國叫做向陽鴻 向陽鴻幾乎是每隔兩個月都會來台灣幾次的 然後是三艘輪流 但是印度的這一艘北極星間諜艦艦比向陽鴻好 各位去看 它上面有那個圓圓的雷達罩 那個就是X波段雷達 X波段雷達是幹什麼的 就是專門找什麼 防空 找那個導彈的 就是說 像 如果巴基斯坦它發射 地對地導彈要打印度的話 它可以事先發射 所以它X波段雷達呢 各位要知道 它是專門找導彈 那這個X波段雷達 美國在日本在台灣 本來在台灣也要部署 但是因為價格太貴 台灣不敢要 現在部署在日本京都附近 好 那除了X波段雷達 各位去看 它有一個牆桿後面 圓圓的後面那個牆桿 它叫做什麼 你知道 L波段 L波段叫做主動掃描雷達 那主動掃描雷達是幹什麼 就是說中國大陸通過印度洋 所有的船隻 它只要發出電波的話 它全部都能收集 好 這個是一個 那第二個呢 它還有一艘叫做 航空母艦叫做超日王號 這一種超日王號 各位曉不曉得是幹什麼 它是封鎖巴基斯坦之用 它最近就把這一艘航空母艦 放到了印度洋 然後貼近巴基斯坦 它貼近巴基斯坦 各位知道 它為什麼要從後面打巴基斯坦 因為巴基斯坦的彈道導彈 可以馬上打到印度 那印度的新德里導彈 反而打到巴基斯坦 比較遠 所以它想用前後包夾的方式 來對付巴基斯坦 那除了這兩項以外 印度也很有趣 各位知道印度是武器進口大國 它武器進口大國進到什麼樣的地步 它有什麼 俄羅斯的 有法國的 有英國的 有美國的 甚至於還有日本的 還有誰 澳洲的 它是六個國家 它的武器幾乎都是等於是什麼 各位曉不曉得 還有聯合國武器 我這邊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像法國鱿魚級的潛艦 法國鱿魚級的潛艦 印度是買了六艘花了不少錢 結果呢 經過測試以後 他說噪音太大 你要全部改修 那法國人非常高興 你要我改修 或者是改裝的話 沒關係 錢 就跟普京就是以一塊錢 賣給印度的一艘航母 那這一艘航母各位曉不曉得 經過差不多長達24年的修改 截至目前為止沒有戰鬥機降落 曾經就有一次降落過 是真的降落過 它那個飛機剛剛好呈現這樣子 飛機這樣下來了以後 各位看它飛機下來以後 結果這個飛行員寶貝 他說我好像沒有降落 然後又硬飛 硬飛它所有攔截手通通斷 厲害吧 這個是世界第一艘 所以我們想想看 印度這個國家是非常有趣 那我這邊我舉三個例子好了 其中一個跟我在那個 香港的遭遇那有關 各位來看 它會發射導彈 把Kilo級潛艦 你打成 你打成再打撈起來 修好花了八千萬美金以後 各位曉不曉得發生一件什麼事 什麼事 就是說這八千萬美金 結果經過檢測不能用 經過檢測不能用 它又把它炸毀掉 那炸毀掉你把它撈起來幹什麼 對不對 還有一個各位看看 人為因素的 他的第一艘核子動力潛艦 他那個下水的時候 請了好多人過來看 結果發生一件什麼事 當他下潛 對不起 艙門沒有關 艙門沒有關 他海水灌進來 好 灌了進來 他又發生一件什麼樣的事 對不起 因為你所有的電路系統 都被海水嗅屍 重新再來 還有一個各位來看 這個也是 好 所以我們可以說 印印度這個國家太有趣了 他花了那麼多的軍備 但是哪一個軍備可以用 大家都不知道 甚至於他航空母艦造好了 還有兩兩座發動機 他的引擎還沒安裝上去 印度就是這麼一個國家 我們說山中都在高雄 中鋼 中游 中船 那其實高雄最早他不做造船 他做的是拆船 當年很多船就到高雄來拆 那拆船的工人其實薪水很高 但是問題那個危險性非常的嚴重 曾經有一次在拆船的時候 引發了氣爆 叫大人工氣爆 那整個我們說小港有一半的地方 大概三分之一左右的地方 甚至被移為平地 那當然我們對一萬步來講 那拆船下來的鋼鐵要做什麼 就開始在高雄煉鋼鐵 所以為什麼鋼鐵產業的重鎮 也是放在高雄 那我們當然除了拆船造船以外 隨著時代的發展 隨著經濟的起飛 我們開始走向所謂的遊艇業 所以高雄是台灣的遊艇之都 我們也希望高雄會變成以後 世界的遊艇之都 好 不過剛剛說到高雄的造船產業 這榮景到沒落 很多人說很像美國會談 美中會談 為什麼呢 大家從會前可能可以開心地笑 到會後就笑不出來了 好 這中國耍音招 你說要美國人 美方這邊 今天晚上怎麼睡得著呢 不過很多人說 還好呢 可能我們不是這樣的大人物 不用擔心那麼多 你看看今天的遊艇人生 這個週末假期 大家還是好好來享受人生吧 藍街新聞 我們下週見